今天呢是我们第二个模块的最后一次直播课 我们整个的课程模块 再往下就是讲怎么打造执行力了 怎么追进展 今天呢是还是讲工作计划和资源 同学们晚上好 好 在线呢再打个招呼吧 小米 一会儿回答你的问题 比较靠后 稍微坚持一下 燕梦晚上好 徐如雪晚上好 谢谢你啊燕梦 推荐我的课程 看到你的这个推荐语了 好快 这个刷的有点快 咱们同学们 咱们现在就正式开始今天的课程了 好吧 我们今天的课程主题是 让一线员工拥有确定的资源 直播答疑和作业点评 今天晚上主要是回答问题 拆解问题 我之前直播答疑的时候会回答很多个问题的已经我算了一下同学们 我开年到现在做了多少场直播课呢 不算今天这场 大家知道我做了多少场吗 从春节之后上班 就是疫情 复工之后上班 我做了多少场直播课 有人知道吗 能猜到吗 太棒了 怎么都这么厉害呀 你们是数着的吗 那没有八十场五十场 我做了三十场直播课 每次直播课的平均时间是将近七十分钟 六十五到七十分钟这个时间 时间比较长 我有的时候讲一讲 你就容易留 搂不住 搂不住 你看我现在这个说话的状态 嘴都这个有点 我也需要休息 我明天要休息一下 我明天放松 后天我去爬香山 然后呢 有去爬香山的同学吗 可以偶遇啊 后天我要去爬香山 我要去透透气 希望过去的这段时间 开年到现在 同学们都能够接受我的课程内容啊 就觉得何老师还行 挺靠谱的 好我们正式开始课程了哈 咱们上一节课的重点内容 再回顾一下 上一节课我们讲到的是 让下属拥有确定的资源 大家听一下这个主题哈 让下属拥有确定的资源 关键字是哪两个 让下属拥有确定的资源 让一线员工拥有确定的资源 你觉得这个主题里边最重要的是哪个 太棒了 就是确定两个字 什么叫确定呢 同学们能再翻译一下吗 我其实课程里边没有翻译特别多哈 大家能不能帮我翻译一下 什么叫确定 你理解中的确定是什么意思 想听听哈 什么叫确定 有把握的 有信心完成的 能自己决定 直接决定使用的 特别好 能自己决定直接使用的 我今天这个嘴 怎么了 靠谱的 靠谱的有把握的 直接可以使用的 哎 我们前面安然同学回答可以是个标准答案 就是能自己决定直接可以使用的 对吧 能自己决定直接使用的 安然哈 给你点个赞 特别棒 你已经基本上解释好了这个确定两个字 这才叫资源 就是我拿过来就能用的 而且我想用就用 我已经拿到了授权 这个意思 因为下属完成工作目标 他就需要资源 所以我们早一点把资源能确定的 早一点授权给他 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一个管理习惯 就你别纠结 每次好像都要 等到下属跟你要了 你再给他 他万一不要呢 你要知道要资源的 那都那都是能提拔的呀 同学们 在公司内部 但凡是跟你要资源的 你基本上可以确定 这个人是有提拔潜质的 因为他对目标是有饥渴的 怕的是从来不要 给都不要 所以你有让下属拥有确定的资源 他就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因为资源能够直接承担更大的目标 那我们上一节课的重点是三条 首先和大家讲了客户和成果来自于一线 我讲了哪个案例 你印象深刻 关于这个知识点 我们再复习一下 客户和成果来自于一线 所以我们要让一线员工有确定的资源 讲了哪个案例 还有人有印象吗 星巴克 海底捞 对不对 我在课件上是没有讲海底捞的 但是我讲课的时候是讲了海底捞的 对安然谢谢你 你今天是今天晚上的学霸 你今天特别亮 海底捞漂亮的小妹妹 就这个意思 我确实讲了这个案例 海底捞的门店在楼下负一层 我从那个扶梯下去 海底捞有一个漂亮的女服务员 一个小姑娘 向每个人都招手 你是来海底捞吃饭吗 每个人都问 对客户和成果来自于一线 第二个让下属拥有确定的资源 我们讲到了资源的分类 这个同学们有印象吗 然后每个分类相对应的 可以有哪些具体的资源 比如说培训资源可以有什么 对吧 工具资源 数据资源 是不是 这些都是 第三个让下属工作更简单 让下属工作更简单的时候 我讲了一个案例 是我们公司的案例 就是一个编辑它需要的能力是非常多的 你要把它的能力拆分 重新梳理流程 梳理打法 然后让它拥有确定的资源 OK 咱们接着往下看 管理的作用是什么 再重新回顾一下 我们要把这些概念啊 真正的刻在脑子里面 变成你的思维方式 管理最基本的定义是 有效的获取部署应用和控制 所有可用的资源 包括人力资源 资金信息 设施 厂房 设备等等 来实现什么呢 实现成果 所以归根结底还是那句话 管理的关键是要实现目标 脑子里边只要想到目标 那就需要资源 通过各种资源实现目标 什么资源都可以 然后我们讲了 基层管理者最应该关注什么呢 基层管理者最应该关注 产品服务的品质和交付成本 短期的销售额和利润 讲到这儿啊 我跟大家说一个小细节 我前两天那个手机APP 我手机在那个4G连网络出了点问题 然后呢 我们直播出了一点卡顿 然后那个直播课就调整了 大家应该都有印象 后来我查出了一部分原因是什么呢 一部分原因 是我的10086移动的那个流量被限流了 就是当你的流量达到了17G还是多少G之后 你的流量就不会有真正的4G那么快了 你看东西就会卡顿 很有可能是这个啊 你检查一下 大家也掌握一下这个经验啊 你要看一下短信 这10086啊 它经常不告诉你 它会定期的给你call 但它不告诉你啊 那天晚上就把我急得够呛 后来发现是这么回事 我现在这个好像还是有那个 但是我现在在办公室 我们是整个公司的非常好的WiFi 啊 这个没问题 回到课程哈 我们为什么要让一线员工拥有资源呢 因为一线员工是直接贡献成果的 大家把这句话写下来 一线员工是直接贡献成果的 一线员工贡献的成果 就四件事 第一件事 产品的品质 有品质的产品 第二个 成本低 降低成本 第三个 销售额 第四个 利润啊 一线员工直接贡献成果 直接贡献成果 我们做管理不是直接贡献成果的 我们是通过员工贡献成果 所以谁干活 你就把资源给谁 啊 然后成果共享 这个意思 那一线员工需要哪些资源呢 咱们再看一遍哈 管理啊 是你越学越觉得 原来有这么多有意思的东西在里面 原来有这么多能用的事 我平时都没用 平时其实都是在那发情绪 员工有哪些资源可以用呢 有六种资源 我们讲到了六种资源 培训资源 工具资源 数据资源 预算资源 决策资源和其他资源 然后我们上一节课的案例里面是都有具体的展开的 啊 大家可以再重新看回放 那最后呢 我们还给大家提了一个问题 我说你的岗位需要哪些资源 我做个调研哈 你今天真的去琢磨这件事的举个手 真的在你的团队开展了讨论的举个手 我想看看到底有多少人啊 就是你的岗位需要哪些资源 啊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思维方式啊 啊 管理者是负责资源分配的 小米也是 小米你们公司肯定也有非常非常多的资源 之前是被浪费掉的 啊 我们上一节课的客户作业 其实就一条 关键就一个 直接告诉下属 哪些资源可以直接用 就是把这个流程走完 但是前提你必须要跟上级争取 因为资源的分配权在上级 资源的分配权在上级 所以大家知道吗 我们做工作计划也好 做一些日常的工作也好 一定要跟上级搞好关系 因为他有资源 他有资源 啊 OK 小米你说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啊 因为我觉得我能对得起 你的学费了 你拿到一项资源就能把你的业务打得更好 增长个20%绝对没问题 啊 因为很多这种初创型公司 小团队的时候是特别容易增长的 把一件事做好就能增长啊 就是做正确的事 来我们看一下作业啊 咱们今天看五份同学的作业 第一份作业来自于留火业 刚刚火业第一个应该就到直播间了 特别快就到直播间了 你现在在线吗 如果在线和我打个招呼哈 我们看一下你的作业 直接让下属可以使用的资源 三份 首先呢 我们要表扬一下交作业的 第一个资源 现在呃 现有不参加线上课学员265人 这是第一个资源 第二个资源 活动课90人可激活 第三个资源 团购课转化 同学们 假设你是火业的下属 你看到这三个资源之后 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来我们听听大众评委的哈 火业你现在有400多名员工 这400多名员工都听你的 他们现在是你的手下 啊 他们要开始跟你抱怨了 或者给开始跟你反馈了哈 就是能不能达到直接可以用的程度 我们先讨论这件事 能不能达到直接可以用的程度 是不是这一点达不到啊 他确实都是资源的某一类别 但是还不能达到直接可以用的程度 火业 你现在有没有特别大的疑问 如果没有特别大的疑问 我希望这个作业你自己来去做优化 按照我们前面讲过的 就是怎么能够让员工可以直接去用 而且是有效的 我只举一个例子吧 比如说这个 现有不参加线上课学员265人 这个资源能干什么呢 对就像网东说的这个资源能干什么 需要回答一下啊 所以火业你可以和你的上级 包括你的同事去讨论一下 我们这些资源可以用来做什么 然后我再决定怎么分配 这个能理解吗 啊 我就不太直接去给你定义这个资源了哈 我来举一个例子吧 我来举个例子 对 激活参加线上课 什么叫激活参加线上课呢 我可以这么举个例子 大家看看能不能懂 直接在这改一下啊 我们这么来改一下 同学们看一下 现有不参加线上课学员的260 现有不参加线上课的265个客户线索 可以直接沟通转化 大家看看这个好没好一点 现有不参加线上课的265个客户线索 可以直接沟通转化 诚先生说的特别好 可以微信电话二次开发 对 这就说明了资源的这个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干嘛呢 我们要分配 分配就是团队假设有三个人 你要说平均每个人可以用几个 或者说今天200个电话可以随便用 想用就用 今天最多可以用200个 这个意思 或者今天最多可以用20个 但是多了就要跟我申请 这个是我们特别希望的 能懂了吧 我再来跟大家说一下 因为我们课程里面也会有一些新媒体公司 大家都看公众号 大家都看公众号啊 公众号呢 公众号文章通常都很长吧 对不对 都要划个三四平 对不对 我假设这样 公众号划文章的时候 假设文章中间有一个16比9的小方块的 16比9的小方块的 就有点像我们这一页PPT这么大的 16比9小方块的一个广告图片 你觉得能不影响你看一个公众号的文章 影响大不大 会不会导致你很愤怒 在公众号的有质量的文章 长途中间加上那么一个16比9的广告 不大吧 OK 这就是一个资源位 这就叫资源位 所以广告有的时候是能做得更好的 确实会影响一部分人的心情 但不会影响所有人的心情 这就叫一个资源位 这就叫开发资源 团队内部有哪些资源 这个意思 包括留言区的置顶啊 对不对 等等 好 火焰这个作业我们就说到这了哈 咱们关键要掌握到一件事 你给下属配资源的时候 要告诉下属 这个月哪些具体的资源是可以直接使用的 而且问下属 听懂了吗 会用吗 这个意思 在我们公司呢 我们会这么去分一下 大家可以去听一下 我们也会简单分一下 就比较简单吧 会分成B类线索 A类线索 异项客户 高异项客户 对吧 这些其实都叫B类线索 A类线索 异项客户 高异项客户 都是资源 只不过资源的等级不一样 然后我们具体的还有更多的这种资源 好 这个作业我们就过去了 第二个作业 周曼 来我们看看周曼的作业 周曼你在吗 他的这个作业其实就比较用心了 比较用心了 然后呢 能看得出来 确实是为了业务目标去做的努力 然后我们继续用这个原则 下属可以直接使用的 周曼你在听完第一个作业之后 你对你这个作业 你认为你能够做一些直接的改进吗 你回答我是还是不是就可以 或者叫能还是否就可以 能否做出一个直接的改进 你在听完第一个作业之后 就是你只需要回答能还是不能 可能业务不一样 我开过会和大家确认过 OK 谢谢周曼 能 来我们看第一个 顾客对美甲师服务不满意 店长可以使用亲情积分 赠送顾客手 守护理项目 180作为补偿 大家看看这个资源 是否能听懂 顾客对美甲师不满意的时候 店长可以使用亲情积分 赠送顾客 守护理项目180作为补偿 好 可以 那周曼 你第一条作业 我们能给你打85分 恭喜你哈 我们不要求每一个管理者 都是写作的高手 或者叫绝对的表达的高手 只要你的大部分下属能听懂 你就已经有了一个优秀的表现了 好 周曼 第一个作业 我们给你打85分 第二个 年度消费金额达到10万以上会员 年度消费金额达到10万以上的会员 店长可以赠送顾客底验 小超声刀一次 价值151580元 这个能看懂吗 大家 第二个 我们先说能不能看懂 先不去找这个问题 可以吧 第三个 顾客当月生日 店长可以申请金额60元 给顾客买蛋糕感动式服 顾客当月生日 店长可以申请金额60元 给顾客买蛋糕感动式服 好 特别好 三种资源都是同类型的资源 没错 都是销售转化类的 对吧 都是给大家做销售决策类的 来来来 我们现在开始提问了 大家现在把第一个问题提一下 资源一 顾客对美甲师服务不满意 店长可以使用亲情积分 赠送这个守护理项目 有没有问题 假设你是周曼的下属 你会提什么问题 周曼哈 这一块很重要 你要重点截屏了 大家可能会给你很多启发 同学们 手下留情哈 好 周曼注意截屏哈 我们看一下 有人说 每天几次 还是不满意呢 能赠送几次 不满意的标准是什么 没有标准 上级的资源吧 不满意的标准 看一个月可以赠送几次 这个意思 怎么界定不满意 顾客不满意的原因很重要 所以这一块是我们说了 就是我们在分配资源的时候 分配资源的时候 肯定要考虑成本 但是考虑成本的时候 绝对不要考虑所有可能带来的成本 那样的话 你的管理工作就没法做了 大家要边做边优化 我来举个例子吧 假设我是周曼 今天学了这个课 然后呢 何老师会给他这样的建议 你第一次做资源的时候 周曼说我心里也没底啊 但是何老师说了 管理得定事啊 我得定啊 怎么办呢 得先做呀 OK 三月份 三月份 顾客只要对美甲师服务不满意 店长就可以使用亲情积分 赠送顾客守护理项目180 作为补偿 我看看有多少次不满意的机会 看看有多少次情况 然后我先试一试 你下面可以标注一个 解释权最终归店所有 然后四月份可能会调整 就可以了 你做一个免责声明 四月份会调整 仅限三月份 对吧 你会做这么一个防备 也就是说 先做再调整 同时呢 如果你还是担心 你可以这样 你还是担心 你可以这样 资源只有十份 每天只有十份 每天只有十份 申请完了就没了 每天只有十份 这个也可以 能懂了吧 第二个 年度消费金额达到十万以上的会员 店长可以赠送顾客体验小超声刀一次 价值1580元 这个怎么说呢 这个应该是一年消费这个 那我们就要讲一个 就是次数 有没有次数限制呢 还是那句话 没有 绝对没有次数限制 如果你这个消费额度是OK的 我认为也可以 因为你这个消费额度比较高嘛 赠送一个1580 这个是没问题的 当然如果你想做也可以 比如说 每天都可以有三人拿到这个价值 就是消费十万以上的会员 进店 每天都可以拿到三个资源 来晚的就没了 这个有没有可能刺激十万以上的会员 进店呢 大家说一下 这是另外一种方式吧 还有一种方式 就是你不管你进不进店 你只要到了十万元 我就会给你啊 对吧 这是两种方式 第三个资源 顾客当月生日 店长可申请金额六十元 给顾客买蛋糕感动师服务 好 这个资源我们讲哈 这个资源设计的初衷是很好的 然后呢 周曼你就思考一件事就行了 这个资源在真正应用的时候 可能会给你的同事带来负担 因为顾客当天过生日的时候 他可能还要忙着去买蛋糕 这个事你是否考虑过 顾客当天过生日的时候 他可能还要忙着去买蛋糕 第二个 每个员工的水平不一样 买来的蛋糕可能也不太一样 是这个意思吧 第三个 如果我直接买蛋糕 效果不好 如果直接给钱呢 效果可能也不好 所以这种情况可能要跟公司申请 顾客当月过生日 每个人都可以赠送一个60元成本的蛋糕 对吧 每个人都可以赠送一个60元成本蛋糕 或者赠送一个蛋糕卡 旁边的店就有个蛋糕卡 这个意思 特别特别好 特别特别好 大家真棒 同学们越来越棒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学管理的时候 怎么能够让下属的工作有效 咱们的价值就会越来越大 很多时候你会发现 下属做的时候 犹豫纠结反攻 就是因为我们一开始 想的还不够特别清楚 管理就是定事 然后再交给人来做 好 周曼 你的作业我们就点评到这 好吗 谢谢你 我们看第三份作业 王霄碑 OK 资源一 培训课件 资源二 地产HR交流群 资源三 周边供应商联系方式 来来来 我们看一下 这个资源 这个作业是不是和我们第一份作业有点像啊 是不是和第一份作业有点像 对吧 好嘞 那我们今天就可以再多讲一点点吧 培训课件 什么叫培训课件呢 公司有三份培训课件都是关于销售促单的 我们的员工可以随时领取使用学习 这算不算 这三份培训课件可以随时领取使用学习 只要想听就可以和我们的培训经理争取就可以 这样说就会稍微好一点 对吧 把资源说清楚 把资源说清楚 具体是什么资源 数量有多少 有效期有多少 都可以 第二个地产HR交流群 好 你可以这么讲 假设我要招聘HR 或者说 我招聘HR也行 或者说我希望通过HR给我招人 那我可以干嘛呢 我可以跟我的HR讲 别担心 咱们公司啊 给每个负责招聘的HR配备十个HR交流群 互相之间可以推荐人才 保证你更好的完成招聘工作 大家听一下 这个算不算 我们可以给公司的HR配备十个 每个招聘的HR都配备十个 对吧 行业同行交流群 互相之间推荐人才 这个是可以的 第三个资源 周边供应商联系方式 这个也是一样的 周边供应商联系方式 公司可能有 目前有5000家周边供应商的联系方式 然后每人每月 最多可以领取100家的联系方式使用 这也叫资源 好 这个作业我就讲到这了 资源要清晰有效 还要有使用时间 其实跟我们管理上的事 是大同小宜的 跟目标是大同小宜的 第四份作业 第四份作业 失荣 这有一个小细节把它删掉 资源一 培训类 每半个月一次 每半个月一次提培训需求 并安排相关培训 其实大家你看啊 我在讲课的时候 读的其实是我们作业的原话 我没有去改 如果改呢 那就是我的话了 我们希望是同学们的原话 那现在大家可以读一下 每半个月一次提培训需求 并安排相关培训 这个话其实读出来的时候 就可以更入话一下 更通顺一点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 在跟员工不止内容的时候 一定要自己读 一定要自己读 咱们现在先看 培训类资源 每半个月一次提培训需求 并安排相关培训 这个大家说能用吗 这个资源能用吗 如果能用结果 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对吧 可能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吧 我来举个例子 我是一个心高气傲的员工 刚刚加入咱们公司 师总呢 负责一个全球500强公司的 这个培训部 然后呢 我就开始跟师总捣乱 我是这么说的 我说师总 您说了 每半个月提一次培训需求 我这个月需求就一次 我这个月的需求就一次 大家听一下 我要读中欧的EMBA 报名快截止了 我得马上参加 您说了 提了需求就安排 希望您能批准 大家看 如果这样的话 不就疯了吗 是不是 能理解了吧 我再说一个资源 我再说一个资源 同学们听一下 这是在我们很多公司 其实是被浪费掉的 老员工 老员工 老员工的公开分享 老员工的公开分享 就是师傅带徒弟 哪家公司做的最好呢 阿里跟京东做的最好 师傅带徒弟 比如说 本周 三位老员工 A B C 分别在周二 周三周四下午 有半小时时间 帮助大家去做免费答疑 有任何问题 可以直接找他们 或者他在哪个会议室 对吧 去做业绩分享 业绩培训 这个意思 这是可以的 这是很清楚的 具体的培训资源 还有一种是这样的 每个员工 每年最多可以提三次 业务能力培训需求 每次预算 每次预算不超过2000元 或者总预算不超过6000元 大家听一下 这个算不算 每个员工 每年可以提三次业务培训需求 每次预算不超过2000元 或者总预算不超过6000元 这能懂了吗 理解了吧 这个意思 这样说就懂了 数据类的 新增客户量支持 以及老学员数据支持 这个意思 公司有一个后台 跟员工讲 公司有一个后台 所有老学员数据 所有老学员数据 都会清晰的分配到你名下 每个人都会分配到老学员数据 分配到你名下的 可以随时使用 这个清楚了吗 公司后台 老学员数据会分配到每个员工名下 分配到你名下的老客户数据 可以直接使用 这个意思 这就叫 这就叫资源 就是让员工拿来可以直接用 好 我们看第三个资源 策略类 营销方案 回访画术销售技巧 好 这块也是一样的 公司有30条促单画术 30条促单画术 这个是可以直接去使用的 想查可以直接去我们系统里查 就这个意思 但是营销方案 回访画术销售技巧 这些如果交给我们员工的话 我们的员工就不知道怎么用了 你看李强同学哈 李强说 李强这是上海市委书记呢 李强说 争取资源比目标还要难得多 争取资源比提目标还要难得多 因为资源是有限的 资源思维有多重要 就是这样 太棒了你 就是这个意思 目标是定起来是容易的 但是找到资源完成目标是难的 因为实现目标的关键就是配置资源 你有配置资源的能力 你就能实现目标 所以很多公司都是在关键目标上 集中全部精力去配置资源 他不是把资源分散在很多目标上 咱们再讲一下 一定要让你的员工手里拿到确定的 可以随时使用的 不需要汇报的资源 你的这个管理就提升了很多有效性 员工的灵活度就会非常高 来我们看第四份作业程序 程序呢 他也是三个资源 我们现在看一下 第一个资源 每月持续使用线上招聘平台 每月持续使用线上招聘平台 付费平台 持续使用线上招聘平台资源 付费平台 BOSS职聘 月度按需使用增值产品 前程务忧 免费资源 致连约聊等其他 我问问大家 这个第一个资源 你看到之后 你觉得你能用吗 大家现在来看一下 这个第一个资源能用吗 是不是还是不知道怎么用啊 我们要这么说哈 直接把这个资源这么写 每个月 假设BOSS职聘哈 每个月可以报销300元 费用 就是BOSS职聘是需要充值的吗 每个月可以报销300元费用 时报时销 这个可以吗 每个月可以报销300元费用 这个意思 或者公司给所有的HR都注册了一个统一的年卡 这个年卡是可以随时使用的 这个也清楚吧 公司给所有的HR都注册了BOSS职聘的年卡 这个年卡有多少个权限是可以随时使用的 好 讲到这儿哈 阶段性维护同行关系 阶段性维护同行关系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要跟同行出好关系 他能帮我们推荐简历 要这么说 每年三个节日 中秋节 春节 圣诞节 或者中秋节 圣诞节 端午节 都可以给同行记不超过 都可以给同行记不超过300元的礼品 对吧 这个是可以的 这叫维护关系 或者可以使用公司的纪念品 给同行优寄 优寄费公司出 就这个意思 第三个 上级的时间资源 上级的时间资源怎么理解呢 我跟大家讲一个更具体的案例 一讲你就懂了 今日头条啊 这家公司就是张一鸣 做抖音的这个公司 今日头条这家公司 早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习惯 叫CEO 公开课 就是 每周五下午都有一个时间点 每周五下午都有一个时间点 员工可以和CEO直接面对面 然后他们在一个会议室 CEO会讲一些话 员工呢 可以随便问问题 想聊什么聊什么 非常公开的 公开座谈 大家知道了吗 每周下午三点到三点半 都可以随时来找我问问题 这个就叫上级的时间资源 同学们这回能懂了吗 要具体到可以直接使用 好 这个我就讲到这儿 这个作业 最后呢 我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整个这个模块 都在讲工作计划 那我再提醒一下大家 工作计划的三个关键 真正能把工作计划 做好的三个关键 第一个 计划的制定者 要保持正式的态度 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是制定计划的这个人 你一定要认真严肃的 谨慎的去做计划 你一定要分析 所有可能的情况 不要产生那种模棱两可的 对付的应付的 觉得差不多就行了 不能是这种态度 一定是正式的态度 去做计划 这是最起码的 第二个 行动方案 计划中会有行动方案 行动方案要根据环境的变化 灵活调整 你不要担心计划会有变化 计划是一定会有变化的 关键是我们根据什么调整变化 根据什么调整 这个意思 这个很关键 所以你做完工作计划之后呢 最重要的是 关键资源和关键目标是否明确 关键责任人是否明确 有效期是否明确 具体的很多很多细节的行动计划 边做边试 别着急 你做行动计划就一定会调整 这一点请大家心里有数 不要指望做一个完美的计划 没有 第三个 必须从上级手里拿到资源 只要做计划就一定要想办法从上级手里拿资源 因为资源的分配权在他们手里 所以我现在再讲一件事 公司的高层如果不给资源 员工是没办法把活干好的 就这么简单 工作计划必须得到高层的绝对支持 工作计划必须得到高层的绝对支持 高层要么是批准 要么是批准 要么是帮着找 就是公司如果没有的资源 高层要帮着找 公司有的资源 高层要批准给用 这个意思 同学们能清楚了吗 我们今天听课的应该有不少CEO同学 这个话其实说给各位CEO同学的 你的团队如果希望完成目标是有效的 你一定要给员工资源 你一定要支持这件事 千万别一说资源好像就是成本 完全两回事 而且做任何工作 没有投入是不可能带来回报的 一定都是有有投入才有回报 如果今天天上掉一个大馅饼 明天可能掉个石头 今天觉得好吃 明天砸个包 所以大家一定要心里有数 这三条同学们 认真记住 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问题答疑环节 咱们开始回答问题了 五个问题 今天的课程 咱们争取准时下课 好 第一个问题来自于朱同学 在线吗 这个问题很好 说何老师你好 请问我们过去学过的保证措施 工作计划管理型目标 这三者的本质区别是什么 能帮忙解析一下吗 保证措施 工作计划 管理型目标 这三者的本质区别是什么 很好的问题 很好的问题 所以我把这个问题放在第一位了 感谢你提这样的非常非常好的问题 我们先看一下 大家先看这张图 先看这张图 同学们看一下 这张图还有印象吧 目标管理图 自上而下分解目标 自下而上 拿到行动方案 就是每个员工都要有行动方案 所以那个行动方案会很大 行动方案里边会有关键的措施 叫保证措施 我们讲叫破局的措施 这个东西 那现在我们来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 我们现在把刚刚那三个概念记住 第一个是保证措施 第二个工作计划 第三个是管理型目标 举个例子 我们这个月完成100万销售额 每个员工每天必须打三个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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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好了 这三个电话算保证措施 还是算工作计划 还是算管理型目标 每个员工每天必须打三个电话 算保证措施 还是算管理型目标 哎有奇异就是特别好的 严格来讲 算管理型目标 为什么不算保证措施呢 我们只问一个问题 我打完了这三个电话 能保证我今天的业绩吗 我打完这三个电话 能保证我今天的业绩吗 不一定吧 对 所以保证措施是什么呢 保证措施就是那个破局点 就是那个资源当中 最最重要的那个资源 工作计划是干嘛的呢 工作计划是整个一个行动方案 它里边包括资源 也包括目标 包括资源 包括目标 包括一个整体的一个行动方案 这叫工作计划 所以保证措施是工作计划的一部分 工作计划里边包含了管理型目标 如果你希望保证措施有很好的执行 保证措施执行的过程中需不需要管理型目标 我问问大家 保证措施在执行的过程中需不需要有管理型目标 对吧 任何一个工作的执行都需要管理型目标 但管理型目标不是那种能直接贡献成果的 对吧 不是那种能直接贡献成果 有些管理型目标是确保整个秩序的 它不能够直接贡献成果 为什么说管理型目标有的时候是无效的 因为经营型目标才是最终的评价标准吧 来咱们接下来看案例 大家看看 经营型目标 收入 利润 成本质量 管理型目标是服务于经营型目标的 管理型目标其实是 在完成经营型目标的过程中 需要付出哪些过程 这些过程的节点都需要评价 这些节点的评价其实会产生一个又一个的管理型目标 所以管理型目标其实是你工作上的一个又一个节点 一个又一个里程碑 但这些里程碑不代表直接成为成果 举个例子 拜访客户 拜访客户 每天要拜访三个新客户 这个就叫管理型目标 每天要见到三个决策者 这也叫管理型目标 但见到三个决策者也不代表你能说什么呢 能拿回来回款 就这个意思 所以管理型目标是服务于经营型目标的 什么意思呢 管理型目标在工作制定的过程中 它是可以调整的 它是柔性的 它是可以变化的 是这么一回事 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三个 咱们再看整个这三个管理型目标 大家直接往下看 100万回款 三个管理型目标 200条客户线索 一场30人参加的客户推介会 150万合同订单 我问问同学们 150万合同订单 是保证措施还是管理型目标 它算不算保证措施 150万合同订单 算不算保证措施 150万合同订单 只有少数同学说不算啊 我要恭喜少数同学 他不算保证措施 如果是保证措施的话 我就会问你了 领导 我也知道150万合同订单 但是我怎么能拿到150万合同订单 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 我做什么能拿到这个合同订单 对不对 要不然管理就变成什么了 管理就变成这个月 我要一个亿的收入 我要一个亿的收入 你必须做到1.5亿的这个订单 大家说如果这样的话 这个工作不就没法做了吗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所以它不叫保证措施 保证措施是员工的具体的 员工的具体的 可以完成目标的那个关键的做法 他要做什么 对这个目标是非常有帮助的 这个意思啊 来我们往下再看啊 再看一下过程中我们讲过的案例 计划就是为实现目标 而寻找资源的一系列行动 保证措施很难界定啊 对啊 是很难界定啊 因为不同的人保证措施都不一样 不同的公司保证措施也不一样 但是你必须得有这个意识 你必须得问自己 计划里边这么多的行动方案 这么多的细节 哪一条是非他不可的 哪一条是不能缺少的 哪一条是必须有的 就这个意思 我们在讲课的时候讲到了什么呢 讲到了这么一个案例 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整个这个过程中 整个这个过程中 有同学说有点懵哈 没关系 你不要纠结于字眼概念 如果你觉得懵的时候 因为我们不是每个人的思维方式都一样的 这个你没关系 我再举一个例子啊 我可以再给你举个例子 一百万回款 一百万回款 这个叫经营型目标 因为那个是实大实的 那个是实大实的 联系三百个客户 这个叫管理型目标 就是联系完了也不一定能有一百万回款 能懂了吗 这叫管理型目标 然后呢 必须 必须按照公司给到的标准流程 标准化数 完成至少50个决策人的沟通 这个有可能就叫保证措施 为什么有可能叫保证措施呢 不是说绝对的啊 因为他可能会对你的销售业绩有直接的帮助 你看 必须按照公司的标准化数 在十天之内沟通50个决策者 不是打50个电话 或者沟通50个客户 他就会变成保证措施了 因为他做的事更实了 能懂了吗 同学们 这个意思啊 咱们现在再看看这个 大家可以再看一下 我们看这个案例的时候 大家说 这个案例里边 哪件事是真正的保证措施 哪件事是真正的保证措施 哪件事是管理型目标 哪件事是真正的保证措施 哪件事是管理型目标 我们在讲这个案例的时候 我来举一个例子 我来举一个例子 假设你是这个招聘的负责人 你派你的下属招聘专员 去这些门店 你这么说 你说 和三家门店 和三家肉夹膜门店 合作一元肉夹膜套餐 这个算保证措施 还是算 这个算保证措施 还是算 管理型目标 和三家门店 合作 一元肉夹膜套餐 和三家门店 合作 一元肉夹膜套餐 这个算保证措施 还是算管理型目标 同学们已经有点感觉了 这个算管理型目标 我发现人越来越多了 这不叫保证措施 什么意思呢 你和三家门店 合作就能代表 你拿到700张名片吗 你和三家门店 合作就能保证 你拿到700张名片吗 这个能理解吗 保证不了 不是说 你和三家门店 合作就能拿到700张名片 这个是最基本的 管理型目标 对吧 真正的保证措施 什么呢 中午从12点到1点半 必须在那给我站着 每个人都要发一张 这个什么 产品经理的卡 而且你要穿上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什么 让所有的现场的 这个人都能看到 这才叫保证措施 大家能懂了吗 这个才叫关键保证措施 就是你保证 你能拿到700张管理名片 这个意思 所以保证措施 是那个对目标 有直接帮助的 最关键的一个动作 是什么 最关键的一个举措 是什么 请问何老师 保证措施和绩效标准 有啥区别呢 咱们别去 别去谈更多概念 如果你能够理解概念 其实你就不用听课了 后面我们会专门讲 绩效标准 保证措施 保证措施做了 能代表会有绩效吗 大家再说一下 保证措施做了 能代表会有绩效吗 我直接问这么一个问题 保证措施做了 能代表会有绩效吗 不代表 对吧 不一定 还是得有成果 就是我们说做保证措施 也不一定能出结果 而是说是 它是概率最大的 讲到这儿啊 就是我们真正的管理的关键了 思维方式的关键 就是做什么都可以 关键是思考 做这件事对目标有帮助吗 同样三件事 哪件事对目标最有帮助 所以大家现在千万别 别太纠结于概念啊 现在千万别太纠结于概念 对 没错 保证措施做好了 代表很大程度可以达到目标 就是说 提前把保证措施做好 然后执行的时候 按照这个来做 你可以有很大程度实现目标 但不代表 保证措施做完了 款就回来了 还得又执行了 对不对 这个意思 所以保证措施是计划的最重要的一环 计划当中包括很多管理性目标 任何一个管理动作都有管理性目标 来我们看看美团的这个必胜之道 美团当年的这个必胜之道的时候 其实就讲过嘛 保证措施 敦宿舍楼门口数外卖数量 承销南京市鸭血粉丝汤 美团当年为了把外卖送的最多 外卖用户最多 做了保证措施 承销南京市鸭血粉丝汤 他希望把账打赢 快速把账打赢 所以他用了最最重要的破局点 就是找到小吃卖的最好的小吃 然后承销下来 有多少卖多少送多少 这样的话消费者承担下单的数量是最多的 美团外卖的用户量就很好 这个意思 对 保证措施是计划最重要的一环 所以大家现在再看看 我们现在再看一下保证措施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经营型目标 三月总阅读量200万家 朋友圈来源40%以上 这个是可以成为经营型目标的 因为这个是完全可以评价的 这个是可以变成编辑团队的核心目标的 三月总阅读量200万 朋友圈来源40%以上 你看既有数量又有质量 同学们这个能理解吗 经营型目标 我们看第一个 第二个管理型目标 每日推送4条 原创20篇 5篇10万家 这是整个月份 每日推送4条 但是整个月份 原创20家 5篇10万家 能理解了吧 这是管理型目标 工作计划 按照月目标配资源 按照每日工作流程做具体测试 这个工作计划可以写的特别多 我们不在这展开了 大家别纠结于工作计划的 更细节的行动计划 关键是把保证 保证这个措施做好 什么叫保证措施的 你看一下 所有选题必须符合报款原则 审核规避转发阻碍 因为字号的这个原因 我不写的更细了 但是我可以给大家解释一下 什么叫保证措施呢 保证措施就是 你为了完成200万阅读量 你的所有的选题 内容的选题 内容的设计 都必须符合报款原则 这是第一条 第二个 发之前必须有审核 审核主要规避什么呢 主要规避转发的阻碍 这个意思 这个就叫保证措施 因为这个是确保每天的发布 都有很好的阅读量的 否则的话 你可能会出现什么呢 每天推送四条 原创二十篇 你按照这个管理性目标去做 你到月底就会发现 可能总阅读量只有十万 对不对 可能最后发现 总阅读量只有十万 就不行了 所以大家现在看一下 我们如果把工作计划 和保证措施拿掉 你看看管理变成了什么样子 同学们看一下 如果把工作计划 和保证措施拿掉 管理变成了什么样子 我们可以直观一点啊 这是一种 我们还可以更直观一点 看啊 大部分管理 其实是这样的管理 同学们对吧 这个能找到我们上课之前的影子吗 就是我们从来没学过 管理课之前的影子 是不是这样的 这个就是 只有管理性目标 就是管理 就是为了管理而管理 其实不知道真正要管什么 真正要管的是这个 学完了第一模块 发现 OK 真正要管的是这个 原来这个才是更重要的成果 这是真正要管的 但是呢 学完了这两个模块之后 大家知道会有什么问题吗 学完了这两个模块之后 同学们的问题就变成了 何老师我知道管什么了 但是怎么能实现呢 怎么能实现呢 然后呢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工作计划和保证措施了 对吧 就是怎么能完成 讲完怎么能完成 同学们还有问题 我都做完了 但是还是完不成怎么办呢 我们第三个模块讲 怎么监督执行 是不是 这是一环扣一环的 一环扣一环 所以三个月 基本上能把你过去的无效工作 我至少有信心给你减掉50% 保证措施加时间等于目标达成 不等于 不等于 保证措施加时间加高质量执行 才有可能达成目标 这个意思 好 我们现在来看第二问 何老师 我们团队是做教育信息化TOG业务的 首先这个业务我是看不懂的 现阶段学校不开学 看不懂也没关系 之前申报的项目无法推进 因为涉及到招投标和采购 我们每周都制定工作计划 例如业绩 但是由于疫情的特殊性 每周基本很难回款和新签业绩 像这种情况怎么追进展 工作计划如何调整 可以增加团队信心呢 大家看看 我把前面的一页PP拿过来 同学们看一下 王同学的这个问题 同学们再看一下 给大家15秒钟 看完之后 我们往下讲 给大家点时间 先别着急 看完这个问题之后 我们现在看有效计划的三个关键 我们邀请王同学一起看 大家看这三个关键 王同学在哪方面需要认真吸取一下 需要重点理解一下 123 对不对 第二方面 因为环境变了 环境变了 你现在拜访不了客户 很多线下的客户都不开课 你跟他做教育信息化 他怎么办 大学都停课了 是不是 这个意思 环境变了 环境变了 所以我们再重新看计划 计划就是为实现目标 寻找资源的一系列行动 你现在真正要寻找的资源 是目前的环境下市场机会在哪 你做什么 你手里真正的资源什么呢 你手里真正的资源是你的团队和你已有的产品经验 你有的解决客户的能力 解决客户问题的能力和解决客户问题的形式是两回事 大家再听一下 解决客户问题的能力和解决客户问题的形式是两回事 就像我讲课 我讲课是能力 线上还是线下 这叫形式 因为疫情 我就只能线上讲课 没法线下讲课了 我们的线下课都取消了 大家能理解吧 这个时候要抓到市场机会在哪 所以像我们这样的公司 像我们这样的公司 很快就要做调整 加大线上直播客业务 开年之后我做了30多场直播客 这个就是机会 我们抓到了机会 投入了资源 抓到了机会 投入资源 所以王伟 我这个要跟你讲一点 咱们公司目前的情况 这三条都需要 第一个 要认真分析 要认真分析 现在哪些地方有机会 哪个环节卡了 能不能跟客户保持一个合作的共赢的心态 再去突破 第二个 市场有变化 我们能打哪能出成果 不是按照原来的方式做事 第三个 高层是不是有决心 真的缺一不可 真的缺一不可 这个问题绝对不是我在这说两句话 咱们公司就天翻地覆了 对吧 所以大家看一下这个 每周都制定工作计划 立如业绩目标 但由于疫情的特殊性 我们讲管理的时候 特别强调不讲特殊性 我们只面对现实环境去找机会 没有时间讲特殊性 讲特殊性就是浪费时间 因为你讲完特殊性 客户也不会给你挥款 讲完特殊性 你只会失去更多的机会 这个大家能懂吗 所以管理者必须珍惜时间 必须有效 我们一切的抱怨都没有人同情 你说你看市场这么不好 美国又怎么怎么样了 欧洲死多少人了 你说这些话员工就问两字 老板工资呢 发不发 奖金呢发不发 不发我就走了 只能这样 所以咱们不讲特殊性 就是抓机会 想尽一切办法分析 哪个事能先做 哪个事能先做 对 特殊性的背后还有更多的特殊性 那我们接着往下看 我给这家公司的真正的建议是什么呢 是要从经营上入手 不是从管理上入手 市场环境变了 客户需求变了 你要做的不是管理的调整 是经营的调整 经营的调整什么意思呢 设定什么样的商业目标 提供什么产品 怎么满足客户的需求 这是经营 怎么满足客户的需求 这是经营 这不是管理 你用什么形式满足客户的需求 所以我们现在开始给客户做线上内讯 大家知道吗 已经有一些客户开始找到我们做线上内讯 我们跟客户讲 我们只有线下内讯服务怎么办呢 没办法 马上调整啊 就这么简单 马上调整 因为市场变了 需求变了 客户的环境变了 我们首先要调整我们的产品 然后通过我们的管理 通过我们的管理 去达成这个经营目标 就这个意思 所以现在对于王伟这个公司来讲 如果你的市场环境发生变化了 你的销售 比如说我都不能直接面对面销售了 我也不能拜访了 类似于这样的环境都发生变化了 再按原来的方式做计划没用了 必须找新的突破点 我们最近要开一个课 不知道有没有同学感兴趣 我们在策划 这个课是面向百万的 面向百万的中产家庭销售保险的一个销售课 就是专门面向百万中产家庭销售 受险的一个销售课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事 不是为了推这个课 而是要说呀 我们的那个受险老师啊 卖保险的那个受险老师 他做了十多年的这个受险 大客户的销售 大单的销售 他在疫情期间 他在疫情期间真正承担的 都是通过线上 然后他冒着风险去线下见面的 最后效果都不好 所以他就说 逼也把自己逼出来了 大家能知道吗 就这个意思 就是环境变了要改变打法 所以灵活调整 灵活调整 但是要拿出绝对的资源 所以怎么来做呢 我们用这几个词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怎么还丢了俩字 如何快速调整 同学们看一下这几条 第一个市场机会评估 第二个产品形式迭代 第三个营销打法迭代 第四个持续优化行动 营销打法就是 我卖什么产品 卖给哪个客户 需要多少利润 我的理由是什么 我的营销的口号是什么 然后持续一样行动 每天拜访多少次 打多少个电话 这个意思啊 我们在讲作业的时候 其实有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些语言 会刺激到我们的同学 因为可能 因为同学们的真实心情 是何老师 我都知道 但是还是他们没业绩 怎么办啊 咱们只能讲一条 要做能做的 就这么简单 所以当市场环境 出现问题的时候 我给大家这四个环节 先评估机会 哪有机会 第二个产品形式迭代 第三个营销打法迭代 第四个持续优化行动 因为我们还有一部分同学 是中基层管理者 他会直接说一件事 何老师我知道 但是我决定不了啊 对不对 我也知道 这就又回到了我们说的那个 高层必须给支持 高层要分配资源 高层要批准我们迭代产品 如果高层不批准 那就又出问题了 所以我们讲 管理永远为经营服务 管理永远为经营服务 我们任何时间做行动计划 都是为了完成经营目标 任何的经营目标 想完成都必须依托 对等的市场环境 如果市场环境变了 你的经营打法 如果你的经营方案不调整 你怎么管都没用 就这个意思 我问问大家 你最近有多少时间 没去过沃尔玛了 你有多少时间 没去过沃尔玛了 同学们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你有多少时间 没去过沃尔玛了 一周十年 好久 好久 一年 一个月吧 几年 OK 你最近一次上天猫是什么时候 你最近一次上天猫是什么时候 再看一下 最近一次上天猫 你看一说上天猫 大家马上就快了 对吧 基本上是一个月 一周 昨天 今天 对不对 这个意思 这个就是经营环境变了 沃尔玛的管理那么好 但如果公司不调整经营 你光靠背 沃尔玛是没有用的 这能懂了吗 如果我们讲工作计划 是为目标服务的 工作计划是为经营目标服务的 我们在做计划的时候 最终是为了完成经营目标 完成经营目标的时候 一定要真正分析一下 我们的市场机会在哪 我们的经营对不对 这个意思 好 这个问题就回答到这 第三个问题 叫陈瑞贵 跟下属说清楚 实现目标的方法 举了相关案例 下属表示能够理解 方法很好 并原话复述了 给予信任让其操作 但是中间确认进度效果 打折扣 甚至可能无法达成目标 请问何老师 这种情况怎么办 就是讲清楚了目标 让他去操作了 但是中间确认进度的时候 打折扣了 效果可能还无法达成 请问何老师 这种情况怎么解决 我直接来说一下哈 这是我们下一个模块讲的 但是我可以跟他讲三个问题 你一听就懂了 怎么跟员工问进度 第一个层次 分析一下 哪些是规定了 但实际上完全没做的 这个能理解吗 第一个层面的复盘 进度这一块 哪些工作是做好了计划 但是员工没有执行的 说了没做的 好理解吗 找出来 看看 如果说了这些都能做了 是不是目标按照等笔去配备的话 就能完成了 这是一个分析 第二个 做了没做好的 就是做了都做了 但是发现质量不行 第三个 怎么都做不到的 就是我完全按照你这个执行了 质量也OK 但就是没达成 那就说明你那个行动计划要优化了 举个例子 话术 这是典型的吧 我就按照你的这个话术啊 天天打电话 然后我也按照你的步骤去跟客户沟通 但就是不承担啊 这个就是怎么做都做不到的 同学们看看 工作中能不能按照这三个层面 去跟员工做一些讨论 第一个 说了没做的分析一下 第二个 做了没做好的 第三个 怎么都做不到的 把这三种问题归类 你追进展的时候 你的质量会完全不一样 可以吗 我先讲到这 因为这是我们下一个模块要重点说的 先讲这三个层面啊 下个模块我们重点讲 然后呢 我再提醒大家一下 复盘工作进度的关键不是知道进度了 不是知道进度了 不是知道员工没做 不是知道员工没做好 而是复盘资源是否被有效利用了 复盘的真正的关键是复盘资源是否被有效利用了 举个例子 这个月销售额多少啊 这叫复盘进度吧 好 这个月的销售额只有十万 目标是二十万 大家听一下 这就叫复盘进度 好的 按照公司的计划做了吗 做了 那为什么没承担啊 这个月感觉客户沟通不太顺利 好的 下个月努力 这个就是只复盘了典型的进度 没有复盘资源 没有复盘资源 比如说这个月到现在为止十万 OK 有效客户沟通了多少啊 沟通到哪一步了 客户有什么反馈吗 解决了吗 离承担最近的客户是哪个 这个客户现在什么态度 对不对 这叫复盘资源是否被有效利用了 在完成目标的路上 大部分人都是有惰性的 因为完成目标本身就要消耗资源 消耗资源是反人性的 消耗资源本身就是反人性的 就像锻炼一样 锻炼你要散发热量跟能量 大家知道吧 所以大家不愿意锻炼 大家都喜欢趴在沙发上 或者趴在被窝里窝在床上 因为那个是积蓄能量的过程 虽然体质会越来越糟啊 但是那是个积蓄能量的过程 积蓄热量的过程 这就是人的本性 人只有在追击动物的时候 就当年的那个动物啊 只有在追击食物的时候 追击猎物的时候 才会跑起来 大部分时间睡觉了 所以那个动物 那个猎物就是他的目标 那我们现在再说一下 如果你希望你的目标 是有效完成的 你一定要复盘一下 你的关键资源 是否被有效利用了 这才是关键 第四问 这四问 第四问 杨小米同学的 第四问 这个问题特别有意思 这个问题我要讲的稍微的个人一点 我要讲的稍微个人一点 这就是我个人的理解 希望同学们你能够有启发 这是一个创业者的理解 小米说 我在管理上有一个心态的问题 很矛盾 也是我的功课 有一个同事 负责公司 今日头条等多平台的运营 给了培训 也提供了资源 对外征稿 加兼职 写位头条 加相关课程 依然无法独当一面 当他工作做得很差时 我想开掉他 但稍微好一点 我就心软了 同学们 这种事多吗 你经历过吗 就看到这 表现差的时候 我想开掉 表现好一点 我就心软了 经历的多吗 想着要不要再给一次机会 本来不想让他过适用期 想着疫情找工作很难 就培养看看 近期工作确实不合格 但就是下不了决心 请何老师 我该怎么办 请问何老师 我该怎么办 我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差不多呀 我们差不多 我也会有这样的情况 你看我讲管理课是吧 我也会有这样的情况 那讲到这儿呢 我问一个问题 我问一个问题 小米在吗 我们看看这个 对不对 初题人在不在 同学们你可以都当成杨小米 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个问题 好 小米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这个月公司的目标完成了吗 经营性目标 过去三个月 公司的经营性目标完成了吗 同学们 我们先回答这个问题 这个是杨小米 杨小米作为团队负责人最重要思考的 好 只要目标完成了 这就是一个最大的判断 剩下的都是手段和成本 剩下我就问你第二个问题了 这个人对公司目前的经营目标影响大不大 我说的是收入和利润影响大不大 再问第二个问题 大家可以一起来思考这样的问题啊 就是这个员工对公司的收入和利润影响大不大 这个项目赔钱 好 这个问题特别好 这个项目赔钱 OK 那这个 这个其实就说出来根本问题了 我们先不讲这个问题的答案 咱们先说这个事 之前他接手的时候持平 他接手了之后赔钱 OK 咱们先不讨论 我跟大家讲一条 最重要的一条管理思维方式 我们永远有解决不完的管理问题 这一点大家信吗 只要你想解决 你永远有解决不完的管理问题 这个是最重要的一条 所以当你发现有这样问题的时候 你脑子里边一定要权衡一下 这是个大事还是个小事 这是个半脚石还是一粒沙子 好理解吗 这是个半脚石还是一粒沙子 小米你可以来回答一下 这是一个半脚石还是一粒沙子 就是他能让你公司摔个跟头 还是能让你脚下不舒服 就心里总办个事 他肯定只是一粒沙子吧 对吧 他对这个项目来说肯定是半脚石 但是对公司来说是沙子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我跟大家说一下 开掉和不开掉 都要快 开掉和不开掉都要快 也就是说 开掉啥也不想 不开掉 我也不去想他 我没工夫处理他 我真正要做的事是要找一个项目的负责人 把他给管好 我干嘛要管他呢 就这个意思 开掉不开掉都要快 你可能在其他的管理课上会听到一个建议 叫辞不长兵 你要见到这样的事就辞不长兵 你试试 你把公司所有的不合格的员工都开掉了 能带来合格的员工吗 所有的不合格的员工都开掉 能带来合格的员工吗 同学们听一下 这是个问题啊 快速的开掉所有的合格的员工 能保证你带来 不合格的员工 能保证你带来合格的员工吗 并不能吧 就这个意思 讲到这同学们应该就明白了 核心的评价指标 我要不要做这件事 要不要开掉一个人 最重要的还是 还是那个经营型目标 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讲了什么呢 小米 我们来说一下 管理者首先要面对的是目标和责任 你永远心里要有这么一根线 你面对的是目标和责任 你面对的是整个公司目标必须完成的 这个责任 只要这个责任完成了 你就可以松一口气 第二个 目标的本质是一种评价 你要给自己一种评价 我这个公司目前是不是在一个可控的范围之内 如果是我要增强幸福感 如果不是 公司不是在一个可控的范围之内 那你就要面对战略上的更重要的精英打法上的梳理 找到关键人物 把你的公司变得可控 变得可控不是公司没有问题 而是公司大方向明确 关键目标能完成 大家听一下这个话 叫大方向明确 关键目标能完成 所以关键目标能完成的时候 你就要给自己打90分 同学们 好不好 目标的本质是一种评价 当关键目标完成的时候 你要给自己打90分 不要换得换失 不要看什么都难受 不要完美主义 不要希望所有的事都弄干净 不可能 这是我给的很务实的建议 最难的是管理者的自我评价 什么意思呢 小米这个问题 真正要命的是他自己迈不过去 也就是说 我开掉他 我是不是对不起他 最难的是自我评价 我开掉他 我是不是对不起他 第二个 我不开掉他 项目赔钱 我是不是对不起更多人 所以自我评价难 管理者的自我评价难的时候 是因为你的目标太多了 所以你做任何行动 你都摇摆 同学们 我讲到这儿绕吗 我讲到这儿的时候 希望大家给我一点反馈 因为这个是比较私人的回答 这三句话 这三句话 我相信你在任何一本管理书上都找不到 前面是能找到的 后面两句话 绝对是我个人的心得 就是抽象出来的东西 目标的本质是一种评价 依据最难的是管理者的自我评价 就是开掉也行 不开掉也行 关键的是 别因为这点事反反复复的折腾 别老在心里惦记这个东西 加油 然后我再多讲一点 因为刚刚小米讲到了一个事 叫这个是一个项目负责人 这是一个项目 它是一个项目的负责人 那我要跟大家提个醒 跟所有人提个醒 任何一个新工作 一个项目 它对人的要求都是非常高的 然后实际上80%的员工 只能做单线条的执行的工作 你让他既做执行 又想经营 又要想成本 又要想利润 又要想收入 通常都做不到 所以公司尽可能的 要让项目小 然后一个项目要尽可能做大 一个项目要尽可能复制 这个是关键 这只是我私人的一个提醒 不要在新项目上招新人 新项目招新人是必死的 新项目通常要用最好的人做 才有可能成 OK我们看第五个作业 第五个问题 来自于林同学 这个问题我们还稍微调整一下 哎呦 同学我今天又超时了 如果为工作目标制定计划 同时配置资源 然后要求每名员工 每天按计划形式 请问何老师 这样的管理方式 是不是只看结果 不用理过程呢 那这个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是否定的 管理永远是过程和结果动态的调整 过程好了 结果自然有机会更好 当结果好的时候 过程可以放松一点 当过程特别好 结果不好的时候 过程也要紧张一点 就这个意思 过程跟结果永远是相对的 不能只看过程 或者只看结果 所以永远是过程和结果的动态调整 因为当你过程越来越熟练之后 你的结果要调高的 你下个月的目标要调高的 当你下个月的目标调高了之后 你的过程肯定也要相应调整的 同学们这个能理解吗 就这个意思 然后你永远有新人进来 永远有新人进来 所以永远都要有监督 永远都要有执行 你要形成一个前仆后进的 这么一个管理体系 然后一定有人说 管理太难了吧 当你觉得管理难的时候 你就想想 为什么亿万富翁 那么受欢迎 为什么亿万富翁 那么值得我们去崇拜 就是因为太难了 他们有系统的解决方案 他们有一整块的解决方案 他们才能达到那个目标 如果管理容易 所有人都成为亿万富翁了 大家一定要对管理有耐心 我认为学管理真的是 所有人都有机会的 就只要你的态度是OK的 所有人都有机会 专业能力确实不是 然后我们再重复一下 经营型目标是成果 管理型目标是保证成果的手段 保证成果的手段 保证措施是具体怎么做 保证措施是具体怎么做 所以经营型目标 经营型目标 管理型目标 保证措施 工作计划 他们是有交叉部分的 他们是有交叉部分的 大家不用太把他们拎得特别轻 拎得特别轻 你就成为管理学家了 咱们在前两节课上专门讲过 管理者要简单 管理者要简单 把十句话捏成一句话表达 不要把一句话拆成十句话 这个意思 越讨论越复杂 好 整个我们第二个模块 制定工作计划 我们讲到这就讲完了 我相信这个模块 一定会有同学 有疑问 他的疑问就是 何老师你讲完了 我觉得我的工作计划 还是做不出来 大家肯定会有这样的疑问吧 何老师 我的工作计划还是做不出来 对不对 一定有这样的疑问 没问题 我现在再提醒你 我们现在再一起复盘一下 工作计划的第一要素是核心目标 核心目标你能做出来吗 工作计划的第一个要素是核心目标 核心目标能做出来吗 能吧 很多人说不能 不能就找上级要 主要是找上级要 核心目标能 工作计划要有第一责任人 这个能做出来吗 工作计划要有第一责任人 工作计划要有时间 这都能做出来吧 最难做的是保证措施 保证措施的关键就是 我们要把资源主要用在哪个环节 压在哪个环节 你一定是能做出来的工作计划 你只不过就是希望做一个不犯错误的工作计划 这样谁能做出来的 我也做不出来 这样的工作计划我也做不出来 所以永远是根据目标调整计划 根据计划完成目标 这个意思不断的接近 不断的接近 完成目标是一个过程 完成目标是一个过程 好同学们 整个咱们第二个模块 工作计划就结束了 你至少应该收获一件事 工作计划的关键是找资源 好不好 工作计划的关键是找资源 资源主要在上级领导那 要跟他要同时呢 要完了要赶紧给员工 因为员工是干活的 工作计划的关键是找资源 找资源要跟领导要 要完了要给员工 你就收获这一点就足够了 不用收获特别多 这个就是关键 学完第二个模块 你放心吧 你回去以后 从此看世界的角度完全不一样 你看公司内部你就能明白了 谁是一天比比花花啥也不干的 谁是一天到处争取资源的 虽然可能觉得这个人很烦 但是这个人他妈太聪明 太厉害了 所有的资源都被他弄走了 你一定会用这个角度去看人了 再也不会去看谁招人喜欢 谁不招人喜欢 然后你也会发现哪些领导是花架子 只能打打鸡血 定定目标 根本不会去根据资源去做计划 根据资源去倒推目标 这个一定是能的 好吧 OK 我们下一个模块是4月10号开班 同学们做好准备 中间我们会休息的时间稍微长一点 小半个月 开心吗 第三个模块如何推动工作进展 如何让执行力更好 半个月 好吧 开开心心的 把目标跟资源想明白 尤其是把自我评价也想明白 目标就是评价嘛 OK 我们今天呢 就到这了 然后呢 我的另外一个管理训练营 是4月21号开班 4月21号开班 真诚邀请各位同学 推荐你的同事 或者推荐你的领导 推荐你的朋友 考虑一下我的管理训练营 好吧 那个是一个我们全新的一个 迭代的一个产品 然后我们的助教会和大家去沟通 就到这了 今天我们今天又讲了80多分钟啊 又讲了80多分钟 咱们的课程就到这了 好吧 谢谢同学们 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 有一个愉快的周末 然后呢 我们三月份都能完成目标 四月份的目标 也能更好的完成 谢谢大家 我们下一个模块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